用暖暖食凹凸不平 加上全身重量刺激脚底 健康步道的原理 看在中醫飾演中確實不錯 因为脚底布满重要穴道 适度刺激可以促进代谢循环 中醫认为脚是人的 第二个心脏 有帮助肠胃问题的毒瘾穴 还有泳泉穴可以消除疲劳 提高记忆力 甚至失眠都会有帮助 只是脚底本身已经承受 体重1.2倍的重量 如果石头过度施压 对高血压 肾脏病 还有孕妇等敏感族群 就容易造成伤害 走完 时间也要注意一下 刚开始走的话 可能就是半小时 然后之后再慢慢增加 那如果你是孕妇 或者是小朋友 这些脚底 就是不能够刺激太久的 甚至于不要去刺激的 那这些人可能也要注意一下 踩的时间不要太长 同时建议要穿着袜子 避免脚底被义务刺烧 才能让健康步道 发挥真的健康效果 八大新闻和平李松原采访报道 民签发方式近在一小时 赶快订阅我们八大民签新闻的YouTube频道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